小米苏奇为什么不降价 宝贝他再降价 BBA里边三四塞 他不得洗啊 你看看现在新能源存电车 二十万以上前五里边都有谁 你再看看小米苏奇一个月卖多少台 他五月份交了八千多台 你再看看特斯拉 借着上一次的降价 现在卖爆炸 卖非BM的了 卖蹦起来了 你包括温吉M9跟吉克利 他俩也压根不用降价呀 不用像跟传统豪华品牌燃油车那样 降价降爆炸 他们依然现在卖的摇头晃脑 现在的豪华品牌燃油车真是太差了 很多宝贝压根现在二十多万 就不想选择燃油车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宝贝们 如果你想选择新能源车 我建议你是增购 或者你体验过很多油车之后 再去选择新能源车 人生第一台车宝贝 我还是会选择燃油车 毕竟它很稳嘛 现在小米苏奇的二手车还有一价呢 二手车比新车都贵了兄弟们 而且你干一个MAX版本 还得等旁达近十个月的周期 你现在下订单 你明年年初提到车都当你过娘了 那不干小米苏奇 干一个特斯拉行不行 说句实话兄的 特斯拉现在算是老咕噜棒的了 连八百幅平台都没有 买新能源车的市出成本 现在要比燃油车要高很多 如果你不是财富自由 咱的钱是辛辛苦苦挣来的 我不是我建议你租一台 虽然现在小米苏奇租一天很贵 但是你可以租来之后 蹦起来开一卷 特斯拉相对来讲租一天比较便宜 你可以随便鼓落 如果说你连租车钱你都不想花 还想了解更多小米苏奇跟特斯拉猫头3 车型实测对比 来董车地搜索小米特斯拉实测 看完整节目 也可以去首页直接进入独家频道 主打真实的汽车内容 也就在董车地独家片场才能找得着宝贝 该省省该花花 做什么一路长湖满满灯灯 坐下机场不劳而过身体健康啊